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晚像 我是林涂 澳门经济暢旺旅游业发达 但通关压力亦不胜负荷 粤澳两地一直在研究和探讨 延长通关乃至24小时通关 已经很多年了 最近有些小眉目 朱海正积极研究推动拱笔口岸 以及横琴口岸在内地重大折扣日延长通关 延长通关是有助于分流旅客在不同时段访傲 令澳门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还是会令澳门现存的问题 例如城市用量的问题 人力资源短缺等等的问题 进一步恶化 相关一题我们一起关注 今天在烟播室的加班是澳门立法会议员高天赤 欢迎来 林先生 你好 大家好 在讨论之前我们先看看相关的背景资料 澳区全国人大代表 朱海边检总站特邀监督员刘毅良就说 朱海正积极研究推动拱笔口岸及横琴口岸 在清明节努动节 国庆节元旦以及新年的内地重大折扣日延长通关 延长时间将会由现在的早上7点到午夜的12点 延长到早上6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 横琴口岸由现在的上午9点到晚上8点 节假日延长到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至于能不能够趕得及 在未来的清明节实施就有待国家有关方面的批文公布了 关于这个延长通关 各方面都已经讨论了很久了 大家记得猶新的就是年初三的那一次 这个迫爆关系的情况 我们现在再回顾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人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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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不去排队呢 太多了 怕出生事 发生事故什么的 一定担心 都很着急啊 都不敢跟家里人打电话 怕他们更担心 再者说了 你们这种事情就是提前应该做好风流的准备 是不是有个天吗 或者这样子 应该老人和小孩都在这里 对他们的城市安全造成很大的冲突的 真的很危险的 特别人多的时候一挤的话 全部都挤到前边来的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多如果不放 还能越来越多吗 还能越来越少吗 只能是越来越多 因为想办法 你放 而不是说人多了我就不能放了 那不放就少了吗 你多了九十天啊 你多了九十天啊 四个小时 来 延长通关 乃至二十四小时通关 对澳门来说 是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业界也有不同的见解 因为有人担心 如果二十四小时通关的话 可能有一部分 甚至乎一大部分 正打细算的游客 可能会在澳门玩 但是不会选择在澳门过夜 对澳门的酒店业来说 也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高天慈你觉得 这个问题怎样看呢 你好 大家好 首先我尽量 因为有时间就过一个关 因为除了我本人 自己在我的办事署接受 一些澳门市民所的查询 以及帮澳门市民 我经常都会把握时间 过一个关 事实上过关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现时来说 我们在早前几个集 都有说到 就是过关的难处 第一就是两地所设的有关的关口 就是比较远的 你过了澳门 又要走一条 几长的路 才去到内地的关口 过内地的关口 之后才可以 这件事我觉得 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 回归了十三年 应该特区政府 可以做到多一点 就是什么 将两地的关口 拉近一点 尤其是澳门市民 年纪很多都很大 都很想过关 但是 这样的过法 都挺辛苦 挺吃力 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到 这是需要特区政府 有关官员 在接触内地 尤其是我们 直属中央政府的管治 应该向他们反映 在我们的制度之中 我们需要先拉近一点 第二个问题 就是延长的关口 事实上 没有可能 十三年后 那个时间仍然 是早上7点 晚上12点 因为这不符合现时的社会 其次就是 所谓的担忧 担忧是什么 就是你刚才所谓的酒店 其他餐厅 餐厅 我觉得 我们要努力 向一些优质的服务 发展 我们需要提升 我们的 重要性 而这种重要性 令到我们国内 13亿人口 觉得澳门值得 去看 值得去住 事实上 我们的确在酒店方面 一连串大部份都是 浩华酒店 一般内地的中产 都负担不了在澳门住 其实 不单止我们只是内地 外地的游客 即是来自其他外国的客源 来到澳门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例如一些背包来到澳门 他都很难 真的找到地方去住 迫着都要上国内 其实今次的通关延迟一个小时 早一个小时 如果你闻到 我本人不足够 当然 如果你闻到好不好 每个人都会说好 就算你延长10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 我闻到你好不好 你都会说好 你没理由说不好 但不合乎我们澳门的情况 因为现时来说 我们所见到 我问过很多人 在街道 经常都是过关 他们觉得现时最合乎 起码去到凌晨的4点 因为 越来越多人 因为买不到楼宇 在国内买了一间屋 他需要通关 澳门24小时的城市 除了博彩 其他行业 例如一些餐厅 现在凌晨 很多人都在行轮班制 他们 收工之后 起码有一个机会 给他们过关 如果去到4点 即而确认 合乎澳门 我不感觉 表面上有什么大影响 因为你延迟到4点 大家 做仰多个实际 因为你只是假期才可以 6点开始 过关 和1点 1点 的确是不足 不足 说到 其他行业 也可能会延长 营业时间 所以有人说 延长通关 等于商机无限 但问题是 企业 如果要捕捉商机 可能要延长 营业时间 一环一环扣 那就是延长营业时间容易 关键是有没有人手 去做配合 现在需要24小时轮延的 可能就是博企 博企一来人工高 辛苦一点也划算 其次人家是有 员工的巴士服务 所以如果其他行业 不是博企的行业 因应着延长通关 甚至 24小时通关 去调整自己营业时间 分分钟 不少员工 可能会跳槽到博企 因为大家觉得 大家都这么辛苦 他又24小时 我又24小时 为什么不跳槽 所以这件事 对澳门的 非博企元素的 经济因素的培育 有没有影响 这是相确的 我们要看两边 如果真的延期到 凌晨4点 也有些旅客 会留长时间在澳门 他不会赶紧急急过关 我们现在所担忧 是其次 最重要 我想强调一样 我们要如何提升 整体服务行业 包括政府管治的能力 尤其是前线的公务人员 得到 适当的资源 及适当的 对待 当他们真的是自己人 才可以提供到优质的服务 给我们澳门市民 及他们的旅客 事实上 现在我们就算 你说到博企要轮班 将来现在的餐厅 都开始轮班 很多手信业 如果他见到 关口 延迟到 距距离4点 也有些旅客 凌晨赶尾班 赶尾班 车 或者 怎样去过关 他都会买一些手信 凌晨1点或2点 带回国内 所以我们不可以单看我们的情况 其次是我们 是全球化的 现在我们地区化之中全球化 地区性是我们有台湾人来澳门 外国人来澳门 内地的人来澳门 台湾 这四个地方 你不可以 用一些比较保护主义的形式 只想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要提升方方面 我们要提升 我们的培训 我们的资源 议员的能力 我们的服务承诺 以及我们的 态度 怎样对于旅客 不可以单单 你吃不吃 没什么事 你硬硬 都要吃 因为你没有地方 你没有其他选择 这种想法 就要变 所以我们的服务 一定要提升 而且一定要有竞争 没有竞争 我们的地区 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好 现场通关除了对服务行业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对公共服务来说更加是一种压力 包括我们的公共交通 检验过关的海关前线人员 和治安警察局人员的同事等等 这些部门的人手规模和鄰间制度 是否都需要作进一步调整 如果真的达到24小时通关 我过去口水都用尽了 来提醒政府怎样 帮前线公民 他们做得非常辛苦 尤其是海关移民局 每一天都是 这样去做 因为 事实上人流那么多 你不是一个机械 你要当人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动物 虽然我们经常都说到 我们希望 我们澳门的公务人员 和我们澳门市民有 少少 不要说百分之十 或者二十 你怎样对待我们的两只熊猫 熊猫现在多快 多舒服 他住就住得舒适 但我希望政府 就是提出前线的公务人员 因为 如果他给一些设备 我见过很多次 连移民局 他的膝盖屏住几个小时 手已经被接证件 这方面有些假期有些事 连洗手间也去不了 饭也吃不了 随随随随随便吃 两斤饭就算数 这些东西 上头一定要 良解 完善 科学化 意思是 可否自动化 好点 快点 令到 舒适点 效率会高 没错 前线是一种澳门的窗口 第一时间见到的 可能就是前线的公务人员 如果他 觉得太辛苦 或者态度不好 都会影响澳门的营出 你旅游局 怎样做多少的宣传 花多少纳税人的钱 在全世界 但你当一个游客来到澳门 他见到前线的礼貌性 他的笑容 不代表 他要放弃 或者做少点的工作 但你起码要对女客 因为他来花钱 这个文化 你要明白 他明白到 他的上司对他好 他又对市民好 大家都互相 胜利 特区政府 无论是工资 无论是待遇 例如现在的房屋完全没有 现在我们的公务人员全部都要在国内住 因为 买不起澳门 又租不起 和澳门市民都要竞争 回归后 一些房屋都没有建设 家人工好像黑 这些态度 的确不合乎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 关乎通关讯息的即时服务 现在科技很发达 一上网 一按手机 什么都出来 这方面都需要做一定的调整 和改进 我相信 特区政府有能力 在这方面 去进行 因为事实上 我们现在澳门有很多 大型的公司 在科技方面 可以作为给特区政府 令到人出关 之前已经知道 究竟 关口的出入 情况是 什么状况 这方面 我相信 他们可以 有心很快 可以贯彻 这些服务 多谢高天市的点评 正如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延长通关 乃至24小时通关 最最关键在于 延长通关之后 诸澳两地的交通 以及 治安部门能否作出适当的配合 和调整 因为对于旅客来说 乘车难不难 人生安全有没有保障 这才是旅客最切身关注的问题 所以 延长通关 临单只是一个通关的问题 它是一个 牵一发动全身 一个整体配套的问题 当然 基于这个区域的融合 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 延长通关乃至24小时通关 似乎是一个大势所趋 但是所有的事情 它必然是一把双人剑 有机遇 当然也会有挑战 所以如何能够在持有机遇的同时 化解挑战 是放在澳门各行各业面前的一条 必做题 以上是今期的古本幻象 我是林涂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